先起話題 那為什麼最後的上市價格 會比大家預估的比兩成多 其實關鍵是在消費端需求的改變 因為開放掛牌之後 要嘛就是這一位500cc以上的重車有市場 不論是追求速度 或是喜歡美食風格的 通通都行 再不然就是這一種適合通勤使用 能載著也能多放點東西的 速克打款買其最旺 至於輕擋車 這個在台灣選擇性很少的入門款市場 今年終於有駕溫的趨勢 我覺得它很輕耶 我下次也想說這樣輕鬆 覺得超美的嗎 可是它是擋車 好久要穿著球鞋 戴個手套 不會啊 感覺它超輕鬆 穿那樣的飄意在路上 應該可以很有效的吸引到 滿多像那種年輕學生啊 像一些大專生 大學生的話 對這個車子都滿有戲劇 那最主要就是 可能就是它的入門的門檻降低 不止新檔車要抓紙心退層 用升級的部分 讓乘車已經不能滿足 顧分晚霞的需求 哇塞 我都會找到耶 因為就跟其他事後一樣 限量才是他們的這一項目標 哇塞 這邊還有一台MH-980耶 MH-980還有2000台 我還有一台Dismostitch Double R 什麼款式要這麼珍貴 全世界只有1500台 台灣只有四五輛 水冷V4引擎 時速可以高達330公里 完全不輸給超跑性能 你可以試坐看看 從整流罩到避震器 再到排氣管 限量的RR幾乎是完全移植 GP廠車的設計 有沒有新車 所以可能買不到 是喔 因為停產 維修問題也是一定要考慮的部分 這樣我車子如果先來 不知道要等多久 為新維貴 一輛目前雙看300萬台幣 反正玩車玩的就是一種態度 耶耶耶耶耶